一直把人参丢下去熬汤 顿补暖乎乎 但人参分类超级多 到底该吃哪种参 两大种类 红参跟白参 红参是蒸过或晒过 包括东阳参和高黎参 颜色比较参 白参菜收过后直接干燥 包括西阳参或花旗参 颜色较白 日常保养或入菜 东西阳参可以一起煮 很容易口干舌燥 以西阳参为主 可以把这一个 这一个就把它两者混搭 东阳参来自日本或大陆 属性温 适合过劳或气虚偏寒的人 西阳参来自美国或加拿大 口干舌燥 体质燥热的人 可以吃属性微粮 但中医师强调 有些族群不能吃 癌症患者吃人参 恐怕增加肝脏代谢不单 小朋友也不行 三岁以下千万别吃参 三岁以上少量摄取 西阳参 吃多抑制生长激素 恐怕长不高 度过化疗或者是放疗 这些疗法之后呢 再用人参来补气 会比较适当一点 那如果像小朋友的话 三岁以上才是适合吃人参 不同体质适合的人参都不同 人参强度最强的是高离参 最后是西阳参 如果想用人参入菜 千万要挑对参 吃错恐怕反效果 记者黄迅王一玉高雄报导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